大家好,我是大伟 胃胀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 肚子胀胀的,食欲大减,吃东西吃不下去 而且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我们消化吸收的一个功能紊乱 很多朋友说胃胀的时候就感觉有一股气在肚子里面窜 窜到哪里,哪里就不舒服 甚至会引发筋卵,十分的难受 今天在这里我教给大家一个绝活 这个动作可以快速的让你的胃胀不见了 这个气也没有了 是什么动作这么神奇呢 大家只要跟上我去坐上个一分钟 你的胃胀就马上就没有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这个动作首先就是把我们的手指成这样 关节微微的弯曲 我们放在哪呢 小拇指放在肚脐上方 大概两到三寸的一个位置 手打开 就这样 贴在我们的肚子上 记住,是我们的指腹 比如说这是我的肚子 我指腹贴在上面 贴在上面以后 注意这里有一个动作 是往内压 然后呢 手微微的一个肋抓 往上提 看 往内压 手微微肋抓 往上提 这样 好 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的嘴巴也要有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啊 就是往下去 吞咽我们的口水 身体要做直 来 看 一 吞口水 同时啊 口水往下吞的同时啊 手 看 一 二 三 这个步骤一定要记好了 来 吞 你会发现当你在吞咽我们口水的时候啊 你手放在下面 你会发现肚子会往内收啊 再加上我们有个顺势上提的力 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啊 胃里面这股气啊 给它排出去啊 来 吞口水啊 吞 吞完以后 手往上 同时这个时候啊 要憋气 然后三到五秒钟放松 那在接下来呢 我不讲话了 我一讲话 我这个动作完成不了 我就不讲话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大家注意看我的喉结啊 我的喉结要不上下动 就证明我在吞口水啊 来 看 动作摆好 先放松 人坐直 吞 放松啊 再来 吞 放松 好 再来 第三个啊 吞 放松 好 这个时候 做完以后啊 有很多朋友啊 他会有一些奇怪的感觉 我们一般做到六到十个的时候 有些朋友肚子会响啊 然后呢 就想往外排气 也有的朋友呢 他做完以后 会往上打嗝啊 这些呢 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正常现象 证明啊 你把这个气啊 给他拟顺了 这个动作其实原理啊 非常简单 我们通过我们的手的一个刺激啊 给我们的深层啊 带来一定的一个帮助他运化的一个功效 顺便帮他往上提 同时呢 再吞咕 通过我们吞咽啊 在内部啊 给他进行一个刺激 这样的话呢 你肚子里面一些胀的 一些不好的一些气啊 就可以给他顺利的给他拟出去 如果你感觉你自己啊 经常的一个胃胀啊 不舒服啊 你每天就把这个动作做个六到八遍啊 甚至十遍都是可以的 今天这个动作啊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 一年以后啊 找不到了 并且呢 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 家人啊 让他们也能因此受益 好了 我是大伟 没有点赞的长按视频下方的赞 三秒钟给我一个霸气的超级赞 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 谢谢大家